把序號丟在連結上 之後你就會得到兩倍的點數喔 騙取遊戲點數又拍不雅照片 學生網路勿交損友 落入詐騙陷阱 直風車劇團又行動劇 模擬常見詐騙樣態 包含假投資訊息和毒咖啡包 都是不法分子的伎倆 網路世界不可不防 哎呀糟糕了 我好像被騙了 那這個時候你要告訴他三個C 第一個C叫做 對 答對了 第一個冷靜 第二個是 查證 好棒喔 第三個是 我一秒 學生看表演 學嘗試 行政院長陳建仁 當場驗收學習成果 還當起國小老師 照小朋友遇到詐騙案件 要先冷靜 接著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求證 不只要記下課堂所學 還要把訊息帶回家跟家人分享 不讓詐騙集團有機可乘 如果有接到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這才是我們認識詐騙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所以有了這個 就像我們在面對病毒的時候 讓自己的免疫力變強 這些就不會侵害到我們 放完漫長暑假 為了讓小朋友收心 教育部把開學第一週規劃為友善週 宣導校園詐騙防治 透過寓教娛樂 讓小朋友從認識詐騙開始 學習防範技巧 以免遭到有心人士利用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記者邱世民 台北報導 記者邱世民 牧場 記者邱世民